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兵来 欢迎来到中华阵线 那么昨天习近平开了大会 要求备战 要求扩军 要求军事训练 主抓 那么还有一个消息 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在这会开的前几天 又一份命令下达到部队 要求东部战区跟西部战区 扩军增兵 不仅这个增兵跟扩军什么意思呢 增兵就是说 我的新兵 大量的接兵任务 要给到这两个战区 东部跟西部 同时要加大海军跟空军的人数 东战的人数要增加 西战的人数也要增加 同时从中部战区 北部战区 抽掉部分尖刀兵力 输送给东部战区跟西部战区 特别是东部战区这个方向 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简讯 这个消息是非常的 令人觉得 振奋人心的 因为新旧两类美国总统 都不鸟台湾 都不理蔡英文 我说过 俄罗斯迅速出兵纳卡 现在就证明 现在就是这个武统台湾的 最佳的这个窗口期 最佳的窗口期 据中共解放军 10月25日报道 中共中央军事 军委军事训练会议 今天在北京 京西宾馆召开 习近平出席会议 并发表讲话 习近平说 军事训练是部队经常性 中心工作 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 和基本途径 是最直接的军事斗争准备 对于确保部队能打仗 打胜仗 对于提高部队全面建设水平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 中国安全环境 军事斗争 态势 军队使命 任务 现代战争形态 军队发展形势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目标 任务都发生了新的变化 习近平对此强调 全军要贯彻强军思想 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坚持聚焦备战打仗 坚持实战实训 连战连训 科技强训 依法智训 发扬优劳传统 强化改革创新 加快构建新型军事训练体系 全面提高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 那么这个 参加与会的有这个中央军委的 两个副主席 张又霞跟这个薛奇亮 也有这个联合工作部的这个 这个叫联合参谋部的李作成 政治工作部描划 包括这个纪委的张声明 国防部长魏凤和 他们几个呢 军委委员都参加 这个大会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说 相当于一次这个开训大会 那么我之前跟各位讲的 现在呢 不仅是解放军动起来的 武警部队也抽调一些 精干的 当打之年的 一些士兵啊 脱掉武警的军装 穿上解放军的军装 就增援到这个东部战战区去了 尤其是海军空军 能源 积极的这个扩充 积极在扩充当中 那么 大家要知道 过去中国军队 有从前苏联引进的三大条令 及纪律条令 内务条令 还有一个条令 我忘记了 那么 他这个条令 其实更多的是 保政治 保安全讲政治 几乎部队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 在我们那个时代 在胡锦涛第二任期内 那个时候的军队腐败 达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地步 而且部队都是看重型 技术型跟管理型的人才 军事训练的人才 在部队不受重视 为什么不受重视呢 就是觉得 哎呀 你搞个军事训练 对吧 也就像个莽夫一样的 你没有我们这些人懂得管理 你看我们就都有这个技术优势 那么其实大家要知道 这就是本末倒置了 你一个军队 你当然是要把抓军事训练 抓作训 我们部队叫做作训 这一块才是重中之重 对吧 你这个要当这个司令员 你要当这个集算军军长的 你必须要是做这个 从这个作训 作训参谋这样干起来的 反正你就是 必须要这样 你这个部队 司令员什么的 都是以前那个 搞什么后勤啊 对吧 搞什么这个 这个叫什么一些 那些乱把气刀的一些东西 搞上来的 对吧 那这样的 部队你有什么战斗力啊 是不是 所以说 我也问了这个现役的一些 一些这个军人 在习近平时代呢 比以前更正规了 但是比以前更累了 这是这是这是实实在在的 你这个军军队 对吧 你天天就在那混 也不搞训练 五公里 十公里 二十公里 也不跑 长途奔袭 对吧 长途这个行军都不都不练 对吧 你这样的部队有什么战斗力啊 那么现在在东部战区 面对台海方方向 啊 那么中央也是这个北京出台了这个 啊 台独分子黑名单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类似于像摩泽东当时列的战犯的这个名单 清单 是一样的啊 那么比如说 当时 密集全间这个在永昌 全间西路军的马不方部 那么他们就是不 中共就是不接受他的投降的 当然马不方最后逃到台湾去了 对吧 当时把他们马下军给一锅端掉了 全就是干掉了 对吧 那么就像在台湾也一样的 有些 对吧 你顽固台独分子 我是不接受你的投降的 我一定要要拿炮 要拿枪给你干死你 必须就是这样的 啊 台独黑名单 啊 台湾 还进行一个什么叫做啊 自首行动啊 说我上名单 我光龙 对吧 等等等等 其实这种行为是很愚蠢的行为 那么你就是在啊 这种做一种小儿科式的一种挣扎 垂死的挣扎 而不是说一种挑衅 他没有资本来挑衅 大家要知道 一个流氓 找你挑衅 他必须要有 对吧 后面要有人 他没有人 他怎么昨天昨天挑衅呢 台湾他后面没有人啊 他后面他有谁啊 对吧 有美国吗 美国 拜登 特朗普 纷纷的拍打 蔡英文 纷纷不给他面子 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地区 你的量级 你的体量 你的眼界 你的视野 你够不着跟我美国总统平起平坐 不要试图什么台美关系升温 我昨天就说了 尽放狗屁 啊 这个台独分子的这个清单 一定要拉 很多人都问 哎 拉的也没什么用 我告诉各位 怎么叫没有用 很多 这个名单一拉 对吧 在另外一份名单上面 讲政治就是其中之一 你看到没有 被击落了吧 嗯 到现在都 葬身在海底 还没被他 把他给落上来 啊 这个名单 列出来以后 那个 前两天在这个新闻里出来的 那些台独的呆蛙 直接就被判刑了 有被判四年 那个姓施的 被判四年 对吧 这种都是一种方式方法 同时也是打击分化 他们内部的 一个重要的政治手段 同时 也说过了 这个台独的这个名单 列好以后 会追查到底 会他妈干到底的 就是这么一回事 啊 啊 所以说 这个名单是非常有效果的 你这个名单一出 把苏正昌列为首 第一个 那么把苏正昌列为第一个 台湾内部不就是 开始搞内斗了 开始毛头对准了苏正昌了 苏正昌现在也面临很大的压力啊 对吧 他也被这个蔡英文 给给摆了一道了 因为大家要知道 中共 他的情报网络 非常熟悉 你们之间的政治对手 这些情况 大家何与不何 很清楚 很了解 啊 大家要明白这一点 所以我跟各位讲 北京 拉这个名单 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现在就是巫统台湾的最佳窗口期 对吧 同时 解放军在东部战区积极的扩军备战 在西部战区也是积极扩军备战 因为印度也在跟我们搞事情 印度他的判断很有可能是 我们在打台湾的时候 他在宝贝尔插一刀 这是他的想法 所以说现在都是从东部西部 这两个是以为主了 那么大家要知道 中国在军改以后 对吧 原来的海军上将 对吧 派到这个南部战区当司令员 原来的空军上将 对吧 派到这个中部战区 以小光当这个中部战区司令员 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非常的明显 南部战区 我就是以东南亚方向为主的 我就是保卫南海 以前出印度洋 和这个太平洋为主的 对吧 我就是要以大力发展这个海军 这个是没错的 中部战区 我讲究的就是机动 快速的反应 那么我就是需要运20 包括空军等等等等等等 快速反应不对 快速阵员不对 所以我必须要会这个 注重这个空上的这个运动 北部战区 北部战区是所有战区里面 你可以说到实际数 但是北部战区 它是重点是火箭军 在那个地方 我们的这些 什么东空41 都是从那个地方进行发射的 而且那个地方是 我军的 早期 这个导弹预警系统的重中之重 包括大量的相控阵雷达 都是放在那个地方的 而且是监视朝鲜半岛 对吧 北距 俄罗斯 同时又是这个对美国 阿拉斯加 对美国本土 对这个日本进行打击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方向 那么现在来看 军事乐点就是东部战区跟西部战区 那东部战区任务尤其重 因为要担负解放台海的这个任务 那现在台湾岛内藏兵渔民 台湾岛内穷兵独武 台湾岛内 对吧 买一些进攻性的武器 都是对大陆的一种威胁 那么在1月20号这段时间以内 解放军会有更大的军事行动 保不齐就直接就干过去了 所以说习近平开这个会议 大抓军事训练 这个是跟他一直以来 13年上台以来 一直以来的这个风格是相称的 本来就是 对吧 所以说各位啊 这个啊 我说过 武统台湾的天津模式 已经在路上 和在已经在准备的路上了 现在解放军对台湾 已经成为一种包围之事 一种泰山压顶之事 所以各位 不要担心 这个是我们需要看到的 这个一幕会出现的 各位要有点战略耐心 不要着急 那么现在这些会议 一场场重磅会议都在开 纲要也已经在实行 这个纲要就是上层设计 上层设计 上层设计什么 我说过 他就是明确 你哪个 高级将领的 你的职责是什么 你的最高指挥官 你的最指挥官 职责是什么 那现在很清楚了 不是由这些陆军司令员 什么韩卫国 或者说其他的司令员 来担当这个 公台的这个首发 而是说 东部战区 只要你的兵 进入到我东部战区的范围 就是归我东部战区管辖 不管你是中部战区来的 还是火箭军 还是战略支援部队 还是海军空军 都归我东部战区司令员管辖 那么东部战区三个 这个集团军 已经都在扩军 都在备战 积极的备战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东部战区已经做好了 对台军事行动的准备 对台军事行动准备 而且现在已经明确了 智能化 高科技 这种战争 只要战争一开始 就能把台湾海峡通通给它封锁掉 而且用电池的方式 屏蔽全台湾的这个信号 让台湾的网络 电陷入到瘫痪的状态 好吧 我们会看到的 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信号 扩军备战 好吧 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视频收看 我是老兵来尔 喜欢的点赞订阅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